來吧 美琪, 你好像要補補妝了 我剛剛才補完 不知為何秋天也會出油 我真的一塊塊, 怎麼辦? 美琪寶寶也失手? 不怕, 待會兒我找專人 教你如何化一個漂亮的秋葬 我真的不知道 媽媽, 你幹嘛要吐吐吐吐 你不是這麼年輕就風濕嗎? 風濕不是吧 我打算肌肉勞損, 沒這麼大事吧 也不是的, 痛症的問題 問題可大可小的 別猜了, 跟我去做個測試 好, 保濕和潤膚真的很重要吧? 對, 我已經保濕和潤膚霜了 但塗得太多, 臉很黏, 還會出油 令妝一塊塊 反而相反, 我的皮膚保濕很乾 很容易脫皮 再上去睡, 就會保濕一塊塊 很不漂亮 我們要找人急救了 不要緊, 我還有一個準備 快去那邊吧 你好, 還有我們的模特兒 Yoyo, 你好… 你好, 我以為只是夏天才會出油 原來秋天也會 我應該在化妝方面要注意什麼?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保濕 因為秋冬濕度比較低, 比較乾燥 所以在幫我們化妝時 提前提前可以塗保濕精華 讓妝面比較貼心 還有可以加按摩動作 像我這樣, 幫你做按摩動作 讓皮膚更加吸收 我們現在幫你塗的是精華 對, 塗完保濕的精華 我們也可以塗一些保濕的霜霜 令皮膚更滋潤 鎖住水分, 讓它不容易流失 妝面會比較貼心 但塗那麼多東西, 會不會害怕很黏? 因為如果塗一些很滋潤的東西 我臉上會很油膩 其實我們選產品時也要注意 油質也要在皮膚快點吸收 不要選擇一些 例如會令到張住毛孔 或者看起來很厚重的感覺 我看你會用粉撲 把保濕精華和面霜印印 對, 因為做按摩動作 剛才你提過的脫皮 其實也可以把死皮貼上皮膚 讓它不會那麼明顯 反而是, 脫皮是不是不應該撕掉? 最好不要撕掉, 會選擇的 對, 因為我看見, 我會自己撕掉 因為很外眼 對 其實如果打底打得好 出油的部分也會少一點 因為有時候深層缺水 其實你的人會比較多油膩 讓它保護皮膚 所以相反就會出多油膩 但又看到自己好像… 為何出那麼多油膩, 但又脫皮 其實也是代表你深層缺水 會不會在化妝前敷面膜才會有幫助? 會有幫助, 是嗎? 其實是有幫助, 但這也是看你的時間 如果敷了, 皮膚上妝就會比較貼服 如果上碎粉, 市面上有些控油 例如我用很多油膩 如果我買控油的粉會不會有幫助? 讓我不要看起來亮亮亮的 其實我自己不太建議 因為如果你塗了太多控油的產品 其實皮膚反而太缺水 會令你更加出油膩 所以你可以選一些雅致的 其實塗上去後, 面部也不會太油膩 雅致的粉底液也可以 就是上這個胭脂了 不過還是帶一點橙橙的 是 因為我都知道胭脂有一些是粉狀 有些是液體狀 是 其實如果秋冬的話 會不會用液體狀比較好呢? 感覺上好像比較貼服和潤一點 然後液體狀上去就很貼面 那些死皮會不會那麼明顯 對, 而且感覺好像 更像白內透紅在裡面透出來的感覺 對, 但我有一個真實的體驗 就是我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脫皮 是 然後上完整個妝後再看才知道 糟了, 為什麼我鼻子在脫皮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應該可以怎樣補救 我經常都不知道, 我可以任由它 根據著脫皮的地方 然後先塗上一點霜霜, 很薄的 然後用剛才的粉狀 去印在位置那裡 其實皮膚也會比較貼服 因為你塗了一些霜霜 死皮就會在皮膚上, 不會走出來 那唇方面呢, 如果唇經常都脫皮 那是不是用潤唇膏打底就可以了 其實你前一晚用一些滋潤的產品敷著 翌日就已經會脫掉 即皮就像別人死皮一樣 就已經沒有了 自然脫掉了嗎? 即是口敷一層… 然後就可以去睡覺了 對 那第二天起床就… 就很漂亮了 很漂亮 就這些了 又或者我會通常化妝前塗一層 如果前一晚忘記了的話 就是補充, 急救… 好過沒有茶 其實這個秋冬妝已經可以完成 又出家, 又很自然 又很配合現在的秋冬系列 平日出外, 如果要補充 我就一定要帶這個胭脂 加上掃子 這個方便 對, 還有這個就是… 有一個海綿, 其實是遮瑕膏 對 還有這個很厲害 這個不是筆嗎? 對, 其實它有眼線筆 還有唇筆 我以為只有一支筆 對, 我帶一支就已經夠了 當然還有這個透明色的碎粉 對, 還有… 控油 我用來補眼眉的眉粉 我用來補眉的眉粉 我用這個精華液棒棒 瞬間滋潤 然後當然會有唇膏 好, 因為一塗就好像整個樣子都精神了 然後有眼線筆 還有這個粉餅 就是用來召頸 而且可以把油引起 還有這個很方便的就是… 就是一盒就已經有… 可以有胭脂 然後有光光 還有這個就是陰影 不過糟了, 我忘了帶防曬 我沒有防曬 我沒有 秋天太陽沒有夏天那麼曬 我們就可以不用塗防曬 也可以不用凹凸凸 不是的, 我們經常都要塗防曬 春夏秋冬都要塗防曬 先介紹一下你 其實市面上都有分物理性的防曬 還有化學性的防曬 其實它的質地也有點不同 這是什麼? 這是物理性的防曬 塗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質地相對來說 會比較像膜去補充皮膚 一推就開了 對 但很難吸收 其實它是吸收不到的 因為它會做一些像反射、折射 令到這個叫做物理性的防曬 可以做到反射, 不吸收 現在這種就有點不同 這個叫化學性的防曬 它的成分其實可以被皮膚吸收 它可以做到一些 當紫外線照在皮膚上 就轉化了其他能量 就去擋住紫外線 對, 它的質地真是水潤一點 以及容易推開一點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質地 因為它是化學的分子 可能有些膠狀, 或者噴霧式 但是我們上妝的時候也要留意 其實我們也不要選一些膠狀 因為不然對於我們上妝的時候 有機會會出到一些塗子膠粒 你看到現在也有一個膜 對, 但其實我聽過是… 其實不要全部推開 是真的留一會兒, 讓它慢慢吸收 是不是?就是塗的時候 其實如果我們塗的時候 通常物理性都會駁一塊薄膜 因為它可以覆蓋整塊臉 讓它可以做一些反射和散射的動作 Isa, 不如教教我們 容妝如何可以補妝呢? 其實我們第一, 應該先擦一擦 面上的灰塵 因為隔了那麼久, 有容妝 吸一下油脂 我們可以做一些… 例如做一些保濕的噴霧 讓我們皮膚比較乾爽, 保濕滋潤 然後看看我們有什麼問題 例如有什麼地方用妝 我們可以補相關的粉底 或者是我們的碎粉 在臉部上蓋上那個問題 如果用妝, 直接用遮瑕膏 代替粉底液蓋上去就可以了 因為剛剛頭痘, 所以我就用遮瑕 如果沒有的話, 直接用粉底也可以 我們可以用一點粉去遮瑕 我們也要用定妝的 對, 做一點定妝 另外很多時候有眼線會融化 我們怎樣可以很快地弄走它呢 其實只不過是把一點滋潤的忌廉 其實很方便, 只要用忌廉 一抹, 其實黑色就會消失了 對, 真的很方便 之後如果有需要 我們就補一點粉 定妝就可以了 而剛才提過, 我們的胭脂脫了 已經補回了 我們加一點點胭脫 這樣就已經整個妝可以補好了 挺漂亮 我建議大家戴的補妝工具 有乾粉餅, 可以做定妝 以及容易攜帶 另外, 我建議大家戴多用圖的工具 可以塗到眼影, 也可以塗到胭脂 最重要, 我建議大家戴一枝 有些有色的潤唇膏, 可以滋潤我們的唇部 我準備好了, 就做定妝的 無論如何發生 people 都會吹出來, 你好 好的 最近做瑜伽時都站不穩, 不知道做什麼 你小心摔倒 你們這麼年輕就有這麼多痛症 其實是不是真的? 不如做一下測試吧 Haven, 他們一個說腰痛, 一個說頸痛 他就連站也站不穩 其實怎麼辦? 是不是有些測試可以證實他們 究竟患上什麼痛症? 其實是可以做一些很簡單的動作 去測試我們的身體部分 究竟健不健康 首先, 我們想測試 我們的腰部右邊的關節 首先, 我們把右手放在褲袋位置 慢慢沿著大腿向後拉到膝蓋的位置 對, 維持著五秒, 對… 這個時候, 你去觀察一下 究竟你的痛有沒有痛多了 尤其是右邊的腰部 如果有的話 就代表腰部的關節出現了問題 是 冤痛 冤痛, 可能是一個關節的問題 對, 對… 其實如何保持腰部正確的姿勢呢? 坐姿正確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第一, 大家要坐直和挺胸 首先, 我們在皮帶位置 對上的位置 應該有一個天生的心理弧度 向前凹 這個可以短暫地舒緩關節的痛 對, 沒錯 亦都有… 我沒有弧度 我要向前一點 減肚腩應該會好一點 可能… 最好就是平時坐的時候 都有這種意識 也要這樣嗎 對, 維持著有這個弧度 當然也不建議你坐超過九小時至一小時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都有坐骨神經痛的問題 是 坐立不安 其實是什麼呢? 它是由腰骨和底骨的神經合成 所組成的一條神經 是負責支控大腿的肌肉 還有感覺和活動能力 當坐骨神經受傷的時候 可能有灼熱的感覺 麻痺或者針疾的感覺 肌肉也會覺得好像有點弱化了 有些測試嗎? 我們可以知道坐骨神經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做一些很簡單的測試 好 首先, 大家坐直 對, 都是測試我們右腿的坐骨神經為禮 兩隻手要放在我們的背後面 慢慢將我們人向內屈 對, 有那麼差也那麼差 對, 好像很坨地坐在這裡 好 慢慢嘗試把我們的頭 也向下收 對, 現在慢慢將腳向上 看看能否伸直你的右腳 如果這個時候你覺得痛或麻痺 可能是肌肉過緊或是神經受壓的情況 如果你試試摸高的頭 對, 看看有沒有仍然繼續痛或麻痺 如果仍然有的話 你很有可能已經患上坐骨神經痛了 但為什麼會坐骨神經痛呢? 通常除了創傷之外 不正確的姿勢 是佔了大部分的案件 慣性向前彎腰、拿重東西 一些壞習慣 例如洗頭, 彎腰向前洗 這些長期彎腰的動作 就很容易令軟骨向後腿 壓到後面的座骨神經 第二個原因很常見 就是經常放一些錢包在褲袋後面 經常坐著 男生也很喜歡放 對, 男生也很喜歡放 所以座骨神經好像三文治一樣 被硬物夾住的時候 就很容易受傷 但剛才你自己的頸部有問題 對… 快點問問Edmond 通常頸部有什麼問題比較多? 常見的頸痛 就包括肌肉的拉傷 甚至不正確的姿勢 引致一些憤禮頸的情況 是 很常見的 不如做些測試吧 對… 看看大家的頸部有沒有拉傷了 已經不知道了, 是吧? 挺胸, 對 慢慢把頸部轉向左 看看可否用下巴碰住鎖骨 對, 接著嘗嘗右邊 對, 兩邊嘗嘗做兩至三次 看看對比兩邊活動的幅度 有分別的嗎? 對 有, 好像有一邊特別緊 難碰到骨頭 右邊 你碰到嗎?我碰不到 碰到, 但你很緊 但記住不能縮起肩膀 對… 如果真的發現頸部有問題 我們有什麼方法舒緩? 我想教大家兩個 一個是強化上背的肌肉 最好一邊一隻手握一個 作為一個負重或者啞鈴也可以 把兩隻手慢慢向後夾 目的是夾肩甲骨之間的背部 對 就是後面的肩甲骨 肩甲骨也夾住了? 對 對, 維持五秒 然後放鬆, 維持一下 循環做三十下 要做兩三個星期, 後果會比較顯著 好, 接著還有另一個方法 放鬆, 我們平時已經拉緊的肌肉 叫做上斜方肌 我們放鬆右邊的肌肉為例 很簡單 首先右手要放在腰後面 慢慢把頭向左前方, 對角的位置拉 維持著五秒, 對 放鬆, 維持一下 循環做二十至三十下 它很有效地可以放鬆到 我們過緊的肌肉 其實那個謬誤就是 人們認為拉得越多越好 越好, 對 我一次過拉, 三百秒會不會好一點 其實不會的, 會拉傷 肌肉要一拉一放才能放鬆 所以拉和放都要慢慢 要慢慢的, 對…絕對是 Edmond, 你給我們一些測試 看看我們的平衡力好嗎 當然可以 好 首先為大家準備了兩塊的測試板 在這裡 首先… 我先試, 因為我經常站不穩 好… 這個測試是想測試我們下半身的平衡力 首先我們也是測試右腳為例 右腳踏在星字的中間點 對… 當你站上去的時候 盡量嘗試屈右腳 然後慢慢向前 盡量去前方向, 對… 對… 然後回到中間 之後再逆時針方向 每個角度都做一個動作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要檢查一下自己的平衡力 究竟好嗎? 對 好 美琪看到你的右腳相對不太穩固 對… 腳上身 這麼年輕也這樣, 真是大件事 對 好, Phoebe 他彎的時候 膝蓋過了腳尖 行嗎? 其實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反而Phoebe的平衡力非常好 對 因為他主要是想測試三個方向 前方 後外側 對, 還有後內側 對 Edmond, 我有什麼問題呢? 我現在哪個肌肉不夠力 可能是沒有問題 不是的 因為在美琪的示範下 就是他的右腳有幾個問題 對, 通常是他觸底的神經 出現一些感覺問題 令他失去平衡力 第二, 可能是他的大腿肌肉 和臀部肌肉不夠協調 所以失去平衡力 最重要是美琪這個測試 看見他真的不合格鬥 對 其實最怕是有什麼意外發生呢? 其實這個測試是想 讓你做一些劇烈的運動之前 做一個小小測試 讓自己容易腳部受傷 因為最怕是牠咬了 對, 這樣就最怕 我一定會的 對, 走走走都會咬 為什麼可以強化下半身的肌肉? 對, 其實Edmond 其實我兩隻腳都有這樣的問題 我知道 對了, 我剛剛想到一個 非常適合你的動作 可以兩隻腳一起做也可以 很簡單, 大家平排 兩隻腳微微抹開 對, 大概盆骨那麼闊 首先做一個屈膝的動作 大概是30度 好似半瓶的動作 留意, 膝蓋不可以超過腳尖 維持這個姿勢 你應該感覺到大腿的肌肉 有些收緊的現象 對 維持大約30秒左右 對 即是無影椅子而已 現在你真是憤怒我們 太平靜了, 坐下一點 其實坐下一點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是一個進階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有坐骨神經痛 或者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個膝蓋收緊而引致坐骨神經痛 不應該做這麼低 對, 因為做得太低 一來就傷到後面的肌肉 二來就可能增加膝蓋的壓力 對 因應自己的情況 有問題也要請教醫生 或者是專業人士的意見 沒錯, 對 我們人體的構造其實很奧妙 我們的大腎是由我們的頸椎 胸椎和腰椎所組成的 如果其中一個部分受傷的話 也會影響到其他兩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個脊柱健康的話 就要學會如何做一些針對性的運動 也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姿勢 我已經做得到上兩次 Annie師傅教我的一人餐 Marty, 我要挑戰難度 你想想很久, 難度絕對會挑戰到你 就像今天Annie師傅的這個菜 很多難度會挑戰到你 有信心嗎? 當然有 Annie師傅, 我們今天煮什麼? 實在不難, 實在不難 我通常說一人餐都是簡單得來的 但是有好味的 這就是番薯紅咖哩雞 我買了雞腿肉 也是方便大家, 例如下班、回去時 你可以買的是毛骨 而且回去很容易切開 易熟、易入味 有雞腿的味道, 雞腿肉 對, 雞腿肉比較滑 我先將它調味 你看到我切成這樣一塊 易煮、易入味, 易吃 將它調味 還有口雞? 對, 口雞 你有沒有要的皮嗎? 要, 要的皮 要的皮, 我喜歡吃雞皮 如果是這樣炆的東西 要的皮也不錯 炆的時候油份會鬆散 我們有很多其他菜類 可以吸收到 而且一起做得很好吃 鹽, 加少許胡椒粉 將雞拌勻 調味料很簡單 很簡單, 因為有咖喱 多數咖喱雞肉會有薯仔, 洋蔥 對 但你看到我沒有 有什麼呢?你看看 就是番薯 紫色番薯 番薯, 番薯還有一些抽葵 我們叫做手指茄 為什麼會加這些? 薯仔也是澱粉質 這個番薯也是澱粉質 但現在很多人喜歡吃番薯 因為很健康 然後有不同顏色 營養師很多時候都說 要吃多一點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我會用紫色 你看到我切得很容易切 實在是煮熟了 蒸熟也好, 煮熟也好 煮得剛剛熟 你看到我切起來就不會破壞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待會放下去很快就很脆 你不用介意要煮多久 是 雞熟, 加進去一起煮就差不多了 煮的時候要不要煉皮煮呢? 煉皮煮 煉皮煮好一點是不會外面好像很軟 如果沒有皮在幫著它 外面就好像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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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煮汁呢? 煮熟了 會有一點 因為薯仔的味道比較淡 它會吸收東西 這個比較甜 但它很有趣, 加進去也很好吃 我吃過之後還要嘗試 你喜歡吃蕃薯的嗎? 紫色蕃薯是否真的會比黃色的蕃薯 實在是不一定的 都是看你買, 還有時候買得漂亮不漂亮 不如你順道教我們怎樣選蕃薯 對, 我真的…不過這個時候吃了 通常冷天的時候就會吃蕃薯 你去買的時候最重要不要買 在蕃薯上居有一點點的 但不用太多試鏡 你用重手加下去就可以了 大小呢? 脂肪肌也是, 是嗎? 脂肪肌, 無所謂 無所謂, 對 好, 除了蕃薯之外 我們用了手指茄或秋葵 現在很多人吃 是 而且很有益 買幾條, 待會加進去 不要加太早, 它很容易出很多生 所以這道菜很快脆 每一道菜都合起來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天 放工回去煮也可以 不用額外做菜 因為這個已經可以送飯 已經有肉, 有飯, 有菜 還有五眼六色 對… 現在我們來這裡了 不用用來吃飯 如果喜歡減肥 吃蕃薯可以 對, 保持健康的人 這個是紅咖喱 紅咖喱之中有黃咖喱、綠咖喱 也有不同國家的咖喱 實在無所謂 為何我們這次選擇紅咖喱呢 紅咖喱也有惹味 你聞一下, 味道挺… 對, 青咖喱的比較清香 我覺得紅咖喱是最辣的 又未必是最辣的 黃咖喱比較辣 黃咖喱 我聞到為什麼有點蝦醬的味道 對, 我覺得很難聽 有點蝦醬的味道 這個…是不是泰式的樣子 這個是泰式的 是嗎 所以如果有蝦醬 我可能真的…你真的很聰明 他們也會流行鹹味 會給少許蝦醬或魚露 所以你會發覺 好, 這裡有椰漿 椰漿加起來之後 趴拉筋, 也不要緊 這個可以燙軟一點 煮了, 給我一點油 大概兩湯匙左右 第一件事, 先爆乾蔥 好… Annie師傅, 我有很多問題 我想問, 如果我想用咖喱粉 其實是否沒那麼好吃 不會, 咖喱粉有咖喱粉好吃 不同品牌, 它有自己的配方都可以 是有些人習慣不習慣 例如咖喱粉, 有些會怎樣 整形跟雞拌勻了 對 一起來爆香 醃進去 醃進去 有些會讓少許東西開, 讓少許油開 現在我當作油咖喱 所以任何東西都不要緊 但咖喱粉一爆香就很容易燒焦 對, 所以要用開油 對 開油 對, 用油拌勻的粉, 變成漿 或者你連這個也不想 就是將它跟雞一起拌勻 是 爆雞的時候 雞會出油, 出味, 不容易燒焦 但你這麼少喝紅咖喱醬夠了嗎 我已經得到很香 這麼說的 Annie師傅, 要不給它吃嗎 因為平時在這裡有很多醬汁 你先嘗嘗吧 因為可能會加椰汁 對, 而且今天我都說了 是一人的份量 好嗎? 用一隻雞腿放進去 如果一人的份量就足夠了 對嗎?你真的足夠了 對 喜歡辣一點, 你可以再辣一點 對嗎? 不同提子都會有不同的 你自己習慣的就行了 好, 現在你看我加上雞 輕輕把它和菠蘿一起拌勻 很漂亮, 顏色很棒, 雖然還沒熟 但我聞到這個味道很漂亮 你看到嗎? 看得到… 如果你喜歡黃咖喱或其他, 都沒所謂 炒完後, 有時的咖喱 都比起來好像漿在這裡 你爆出雞有微微金黃的時候 或者現在你看到, 為了紅色你看不到 實在你覺得它沒那麼軟軟軟軟 你可以加椰漿 一旦有椰漿有東西 它就會把紅咖喱醬鬆開 好, 這個我們加了椰漿 椰漿也是一樣 有時候的椰漿會很稀 有些椰漿會稀少一點 你自己蘸 好… 主要是… 很漂亮 馬上已經出了顏色 真棒 現在我們把它煮一下 聞到, 味道又再複雜了 Vicky 還有椰漿的香味 好像在前面餐廳可以吃到的 是嗎? 菜式 到現在, 我們就給點… 加點水 水 是不是有香味? 很香 給我一點飯, 麻煩你 對, 我也覺得咖喱 一定要和飯吃 薄餅 是薄餅, 我也喜歡 有些是法國包 到這個時候, 我就要給點東西 第一, 我要放一點鹽 好, 但咖喱要加點糖 加點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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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已經在裡面夠了嗎? 馬上有顏色 如果沒有, 甜味就拿不到 這個味道很想吃 它肯定要這樣配搭 所以我們加了番薯 對, 現在可以加番薯 你看番薯是熬熟的 但又不是熬爛了 也叫做甜味加密, 特別鮮 但我突然明白 為什麼你要煮了番薯才放進去 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更容易控制到火候 對, 容易控制到火候 實在不是番薯, 用薯仔 現在我也是這樣的 是嗎? 先煮熬, 煮至八成熟 然後加進去 然後慢慢把它煮 現在這個時候煮, 你就看看 你喜歡的東西有多濃稠 秋葵我不加字幕 是, 為什麼? 最後才加 第一, 它很快熟 第二, 如果你煮得太久 然後它會把番薯出來 對, 番薯是最有益的 番薯有益, 但吃的時候有些人… 如果這樣把它煮的時候 吃起來就沒問題 但如果做到咖喱一塊塊就不是 那也適合 好, 我把它這樣煮 可以當作打蠅 咖喱是要打蠅的 用個秋葵打蠅, 是嗎? 好, 你幫我蓋一下 好 你聞到它的香味嗎? 當然聞到, 我享受了 我今天懸吊, 為什麼沒有飯沒有薄餅? 是嗎? 好, 讓它叫 所以一人叫餐, 不難的 難嗎? 不難, 下次要再難度高一點 這個咖喱雞不是很快嗎? 我想其實是15分鐘已經… 對 我以為做咖喱要很長時間 看看你用哪一種 但我現在說的是簡單易肉, 好吃 對 好, 我又看看它如何 好 實在呢 烤一烤, 雞熟透就可以了 如果上班帶飯, 我覺得不用釣白飯 我覺得不用與朋友, 自己吃光了 加多一點番薯 又有益, 又健康 你看我加上這個綠色 是不是好看多了? 如果我會貪心一點, 加上黃番薯 對, 也可以 讓它煮一煮 秋葵來說, 只是很快脆 是不是?真的稍微稍微稍微 可能就是乾燥雞 很美味 好了, 我覺得是碟了 對, 差不多 好, 請我把這個倒進去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要再做一些汁 紅綠穀雞 剛好, 這個它是什麼? 這個叫番薯 紅紅鴨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